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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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有同學也在問說 為什麼 我這些向量 我知道因為 x和xt 或是這個c 這是一個symmetric 這等於a乘到at 或是我前面講的x乘到xt 因為它是symmetric 所以它的 eigenvector 全部兩兩互相垂直 那我為什麼任一個 任一個 任一個向量 我用這個基底來表示的時候 它得到的值就是ut乘到x 那這個其實也蠻簡單的 這個想一下你看我x 我今天x 如果表示成 a乘上u1 加上b乘上u2 加上c乘上u3 那這三個是兩兩互相垂直 而且它們都是單位向量 那我要算a a會等於多少 所以你就直接乘u1就可以了 所以u1t乘x 一乘進去一乘進來 這剛好等於1嘛 後面都是0 a就出來了 那麼u2t乘上x 這也是向量 u2一乘進來 u2t乘上u1 兩兩互相垂直 這個是0嘛 這是1 這是0 所以b就出來了 所以u3t乘上x c就出來了 所以換句話 你這個式子呢 如果從一個另外一個方向來看呢 我可以表示成 x等於u1u2u3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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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abc 對不對 所以這是乘進來 abc 那兩邊乘上它的transport 我假設這個是u好了 大u 這是大u 那麼我就可以得到abc等於ut乘上x 你可以兩邊乘ut 這邊乘ut 這邊也乘ut 那麼因為它兩兩互相水質 ut乘上u會變成一個identity matrix 全部都是等於單位矩陣 所以我只把它投影的結果 就等於ut乘上x 這邊我們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就是這些 各位在建議代書裡面有學到坐標轉換 上去坐標轉換而已 所以它不是乘上u 就是乘上u的transport 它就可以從一個 坐標系統 立刻轉換成另外一個坐標系統 那你看 以 給我x 我乘上u 就得到新的坐標 那新的坐標 在乘上u 就回到原先的坐標 所以兩個是互相對應的關係 好 到這邊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個細節我們先不講 這個是unlabel data 就剛剛講過了 那這是一個範例 我就把原先的dataset iris 我剛剛講過iris 是花的名字 那這個花呢 我就把它150筆資料呢 每一筆資料都是有四維的資料 我就把它投影到前兩維 利用PCA投影到前兩維 和投影到後兩維 投影到前兩維 你就會發覺 資料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是一類 這邊一類 這邊一類 投影到後兩維 就全部黏在一起 比較容易看不出來 那麼PCA的weakness呢 它沒有真正把類別的概念擺進去 它只是嘗試保留原始資料的一個特性 譬如說我這邊呢 假設資料長的是這個樣子 我PCA長軸在這裡 短軸在這裡 投影到這裡 它的投影量最大 投影到這裡是比較小 那如果你的類別呢 剛好是 這一邊是一類 這邊是一類 我就把它投影 你看我一投影過來 這所有資料都投影到上面去了 資料也都投影到上面去了 那這些點都變成在上面的點 這些點都變成在上面的點 那我要分類就很簡單 一刀把它砍掉 這邊是這一類 這邊是這一類 但是呢碰到另外一種情況 假設資料長得是這個樣子 那它的資料分類的方向 和它長軸的方向 並不一致的時候 這時候你這樣分就不好啊 因為有沒有這些資料都投影在上面 這個也投影在上面 這個也投影在上面 那這邊資料也投影在上面 這邊也投影在上面 就發覺資料交錯 疊在這條線上面 這時候你就沒辦法一刀把它砍 把它分開來 所以這是PCA的weakness 它並沒有針對不同類別的資料 做一些處理 那理論上呢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叫LDA LDA就可以根據不同類別 然後把你根據類別資訊把你切開來 想辦法一切 剛好可以把兩邊切開來 這個LDA呢 這個我們今天先不講細節 後面會再講到 好PCA就結束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PCA怎麼用在人臉辨識 今天各位看到很多臉 看久了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這臉 這邊有更多的臉 這臉看久我覺得會有點毛骨聳了 就好像 好像那個 不論哪個地方 有那種什麼萬人種之類的 把一個頭骨全部排在上面 排幾千個 這個好像就是這樣把它排上去 所以希望你們做這作業的時候不會毛毛的 好我們直接看頭影片 哇這資料太多了 我們直接拉到最下面 好我們再過來要講的應用叫Face Recognition 就是我們先收集這個資料 譬如說這是抹A 它的各角度的照片 抹B 抹C 抹D 每一個人 請問你行進來這張照片 請問這個人是誰 當然你在這裡你可以看出來 這是誰啊 這一個嘛 這個傢伙 雖然他這個照片不曾在這裡出現過 但人的眼睛是很厲害的 一看這一定是這傢伙 各位想想你從小一出生 第一個看到的人是誰 是你 是你 醫生 對啊 第一個看不到媽媽 我本來想說媽媽 但是你從小就一直在做人臉辨識 所以人臉辨識是人最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你們從小大家認識的人應該有 沒有上萬也有上千個人嘛 看過上千個人 隨身面鏡鏡鏡一張照片出來 你看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國中同學小學同學全部都認得出來 其實靠的就是人臉辨識 那臉辨識上是蠻困難的問題 你說如果我問你啊 你覺得這個人是這個人 為什麼 你說得出原因來嗎 你可以講說他戴眼鏡 戴眼鏡千千白白一個 為什麼這個人就是這個人 所以這邊就是牽涉到說 到底我們這個人是在抓什麼樣的feature 抓什麼樣的特性來辨識人臉 那有人是說他的嘴巴比較厚一點 比如說鼻子到嘴巴距離比較長一點 眼睛比較近一點 眼睛的形狀又是怎麼樣等等 這些描述其實都可以來說明說 為什麼這個人像這個人 但是你要讓電腦來做這件事情 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那第一個你要說眼睛長的是什麼樣子 請問眼睛在哪裡 問一個三歲小朋友 你眼睛在哪裡 他一直 眼睛在這裡啊 電腦找不到眼睛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晚上有一部分就是要麻煩各位 要拍各位的眼睛 拍下來以後我們就可以做各式各樣的測試 這個細節待會再談 我們先往下看好了 不要在這裡聊天越講越拖太久了 好 我們先看看 這個face recognition 有一個dataset叫做 att face dataset 你們今天要做作業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上Google一查 att face dataset就可以把它抓 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這邊總共有40個人 通常人在這類studying 我們通常不叫做人 叫subject 有40個人 每一個人拍10張照片 好 比如說 這第一個人的10張照片 第一個人的10張照片 那你可以看到這10張照片呢 表情可以稍微不一樣 有沒有 像這個嘴巴張開來 那有的是會側一邊稍微歪歪的 有的是側比較多 有的是裝出一副可怕的表情 其實就看你怎麼拍 那我們今天的另一項作業呢 也是每一個人要拍10張照片 所以記得你要拍的時候 要follow這個原則 大概是這樣下去拍 重點是 頭要頂得對 上下左右 要更好頂到這個框框 待會我們會有一個同學來demo 我們實驗室同學來demo 教各位怎麼樣拍這個照片 好 拍完了之後呢 假設這照片已經有了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呢 我們這些都是黑白的 然後這個face呢 就是大部分都放在中間 大概剛好佔滿整個畫面 但是你的表情可以稍微不一樣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再回到這裡 先回到前一張 這個照片的size呢 我忘了多大 我忘了放在頭裡面上面 它的長乘以寬是 10300 長乘以寬 總共有一萬多個pixel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把每一張照片 就把它拉開來 變成一個很長的向量 長度為1萬 長度為1萬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要開始做PCA 所以呢 把這個總共有400張照片 從上面到下面 400張 我先算出一個平均值出來 這個是臉的平均值 就是pixel對pixel 400張加起來 把它除以400 得到一個平均值出來 然後把這裡每一張照片 減掉這個平均值 歸現在 都用向量來想 這是一個長度為1萬多的向量 這也是長度為1萬多的向量 一減 然後再把它 顯示出來 得到的是 也是400張照片 接著呢 我開始呢 就直接把它 把這400張照片呢 就 展成一個 我們的A 我們這A不是在這裡嗎 我們A是一個 在這個例子裡呢 它是一個 這個 x1 第一張照片 x2 第二張照片 假設有 n 張照片 在我們這個範例裡面呢 它這個 這邊呢 是1萬多 假設是 我就寫1萬好了 那這邊呢 總共只有400張照片而已 所以我們就把每一張照片 有沒有 剪掉密以後 每張照片 一張 兩張 三張照片 總共400張 我就把它排上來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排上去 跑完以後呢 我就算它的 eigenvector 那麼 eigenvector呢 就是我算出來的u呢 u1 u2 也會算到u400 所以它為什麼會這樣叫呢 不懂 我可以算出400個 eigenvector出來 那我就依據它的 eigenvalue去排去 從小 不是 從大 一路排到小 一路排過去 結果我抓前面16大 我抱歉 這也是 6個 我只抓6個 有沒有 這是我算出來的 這個叫 eigenface 我把它算出來每一個u 這個u呢 這邊 這邊也是 1萬 1萬多一點 那把u1呢 轉成一個照片 就得到那個鬼臉 有沒有 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叫 eigenface 那 eigenface對應到 是最大的 eigenvector 第二大 eigenvector 第三大 eigenvector 那一路對下去 那我只選6個 我其他太小了 我就不要了 我只選6個 那選完6個之後呢 任何一張照片呢 我就可以根據這6張照片 算是它對應的它的分量 在這張照片的分量多少 在第二張照片的分量多少等等 所以 原先它長度是1萬 經由這樣轉換之後呢 我新的向量 只剩下長度 它的向量的元素 只剩下6而已 所以就把它整個壓縮 把它很多不必要的資訊 把它全部把它壓掉 所以這些不必要的資訊 譬如說可能 譬如說可能背景有一些都 長得很像 它就可以把它壓掉 這些是我 對我來講是沒有用的資訊 我就可以把它壓掉 然後剩下 所有的計算呢 就變成只在6度空間中來做運算 這裡寫 這裡比較清楚 它的高度是112 寬度是92 所以一層 它向量是 這個向量長度是10304 那麼我把向量呢 把它壓壓壓壓 壓成一個matrix 我這邊寫f 事實上就是a 或是前面的x 我回去可能要把它統一一下 size是10304乘以400 就是我們這邊的a向量 就是我們這邊的a向量 那接著我開始做PCA 就把這邊的f乘上f' 就是我這邊的a乘上a' 乘進去後 然後再做projection 然後選出來前面k個最大的 eigenvalue 那對應的 eigenvector 這些 eigenvector 我們都叫做 eigenface 就是說產生的鬼臉 那麼 接著我把任何一張照片 我全部把它投影到這幾個 eigenface上面 知道它的分量多少 分別有六個分量 六個分量就是新的座標 我就利用這個座標來進行分類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tricky的地方 如果你直接算f乘上ft 你會爆掉 我們要算的有沒有 這邊f就是這邊a 意思是一樣 這邊是ae乘上at 我這邊要算f乘上ft 但抱歉這個f有多大呢 這邊已經跟你講 這邊有1萬多 10304 這邊有400 1乘它得到一個矩增是10304乘10304 但對於現在的電腦搞不好還ok 光這個矩增就吃掉849個mega 那你要算這個東西就事實上有點麻煩 如果是稍微再大一點 如果不只10304 如果是10萬呢 馬上這邊整個就爆掉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反過來做 就是說我們可以先算ft乘上f 的 eigenvector 可以用這樣先這樣算 那這個就小了 這個多少呢 400乘400 400乘400 你看ft乘上f乘上u 等於0u 這是 eigenvector的公式 我可以把它兩邊乘上f 那乘上f呢 這邊乘上f 這邊也乘f 乘f 乘f 變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 由這個式子你就可以看出來 我把fu看成一個單位 fu就是這個東西的 eigenvector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原先要算的 eigenvector 所以換句話講你先由這個東西得到一個400乘400的矩陣 然後算出它的 eigenvector 出來 那把這 eigenvector 再乘上f 就是這個大矩陣的 eigenvector 所以這邊有點tricky 就是你要知道是直接這樣算 是不容易算的 抱歉 直接從這裡算 是不容易算出來的 但你就先算這個樣子 然後再乘上f 就得到原先我要的矩陣的 eigenvector 這個你要回去稍微自己想一下 推導一下 這個有點tricky 好 假設我們可以算出來了 那我就把任何一個image 我都減掉它的平均值 然後表示成我這幾個u的向量的linear combination 但是u就是我的 eigenvector 也就是這些 eigenvector 對應到的就是這樣的鬼臉 這樣的 eigenface 先看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重點就是任何一個 你看在這裡就寫出來 任何一個照片 你想像它就是一個vector 我可以表示成四張照片的線性組合 那這四張照片呢 它是對應有一個分量 這就是新的坐標軸 新的坐標軸 它的值經過transformation以後它的值 那因為它把你壓掉了 如果說完整的表示可能 這邊你看它都越來越小 這邊比較大 比較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後面可能還有越來越小 但這些我全部都不要 太小我全部都不要 我只要留大部分 前面幾個就可以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一些 不重要的東西幫你砍掉 所以任何一個臉一進來 我先把平均值減掉 然後乘上這四個 u1t u2t u3t u4t 就可以得到它們的 在新坐標軸上面的分量 這是我剛剛寫的 有沒有 u乘上這個東西 那麼你一旦把它 每一張照片原先長度是10304 那你把它壓到長度只剩下六圍的時候 那這時候要處理就很容易處理 你就可以用各式各樣的分類器去做處理 你可以用 這邊的分類器我們可能都還沒講到 所以可以不用管它 那我們剛剛講 one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實際上對應的就是 minimal distance classifier 就看哪個離我最近 我就是屬於它一類 那剩下的部分就比較不重要 我們就先跳過去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網頁上的範例 等一下先看同學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一定要了解說 它在做transformation的時候 這個一層就會得到什麼東西 一層就會得到什麼東西 這個你一定要了解 因為程式碼你就是要寫這個東西 所以這邊絕對不能不了解 我這邊程式碼稍微簡單解釋一下 我就是把資料抓下來以後 我是放到這個位置 但是你放到其他位置 這一行就要改掉 那我用recursive file list 直接把它整個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 我把它放到一個大的data structure裡面 我把它放到face data 這樣的一個data structure裡面 第i一個face data的image 我就把它讀進來 就把它放進來 那這樣的話整個就把它save起來 這個就是前處理 把資料整個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我可以把它畫出來 我就畫第一張image 有沒有 這是第一張 我用image sc sc就把最小值 和最大值把它壓到 你可以畫的範圍裡面去 然後color map 用gray把它畫出來 那這是第一張圖 第二張圖呢 我把它顯示成一個影像 一個曲面 高高低的曲面 但是曲面實際上沒有什麼特別作用 只是有趣而已 所以這個是原先影像這個樣子 那顯示成曲面 你看 越白的地方是越高 這個地方越高 越黑的地方是越低 所以這個地方是低的 這個地方是低的 那眼睛也因為是黑色的 有沒有 所以都凹進去 凹到裡面去 就是用顏色來顯示它的 來代表這個曲面的高低 然後呢我開始要把它顯示出來 你要一次顯示很多張圖呢 叫montage 用這個指令就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那我讀進來呢 譬如說我抓了60張照片進來 60張照片呢 我就把它擺成 60除以10 這邊是6嘛 這邊是6 一邊是10 所以我就把image畫出來 一邊是有6張 一邊有10張 整個是60張照片 所以得到的圖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montage 是metam內建的comment 所以這個圖就整個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個人的照片 第二個人的照片 第三個人的照片 第十個人的照片 不過這個dataset已經 已經應該是將近20年前的dataset 所以這些人應該都變很老了 所以 但是這邊另外有人做研究是 我要研究說 給你一張照片 比如說給你這張美女的照片 請找出來她20年前的照片 她20年後的照片 那這個當然就更困難 就是不但要顧慮到說 這個人現在這個樣子 那她老了以後可能會怎樣 可能眼角會下垂 可能有魚尾紋 這些要一起考慮進去 那就是更複雜的問題 好 人點抓出來之後呢 這當然是抓出更多 也是我們touch 直接把你整個抓出來 我要抓出來她的 mean face mean face mean face 有沒有我就用 cat 這個 face data image 都是一個二維的資料 cat 3 就是在第三維把它疊起來 抱歉 把它疊起來 疊起來之後呢 我把它取 mean 你可以想像 一張照片兩張三張三張一路疊起來 那取 mean 的話 更去疊起來這個維度 第三維去取 一取出來就是我得到一個 mean face 就是一個所有人臉的平均值 那平均值把它顯示出來 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大概可以看出來一個人臉的感覺 那接著我要開始做 PCA 囉 放大一點好像看不清楚 一樣把 face data露了進來 它的 size 我知道了 然後我這個算 mean face 就前面剛剛也講過 把平均值算出來 接著我把所有的 matrix 放到一個 big matrix 就是我的 A 在這裡 A 那麼我就 for i 等於 1 到 總共有幾張人臉 第 i 個直行 就等於把這個 每一個 face image 有沒有 加一個冒號就是把它拉成一直行的意思 然後減掉平均值 這個 mean face 也是拉成一直行 兩個一減 然後最後把它送進去 到第 i 個直行 我記得這邊要加上 double 因為原先的資料都是 integer 它的內部儲存格式就是 unsigned integer 那因為你後續要做各式各樣的運算 所以你要把它轉成 double 那接著我就開始 perform PCA 所以這邊各位其實不用自己寫 PCA PCA 就在這裡 A進去我就直接算你的 PCA A進去我就直接算 A乘上 AT 的 eigenvalue 和 eigenvector 那我自己會在這個程式碼裡面自動會判斷 如果 A乘上 AT 太大 我就會把它翻轉過來 先算 AT 乘上 A 然後再個別去計算它的 eigenvector 那算出來之後呢 這個 A 就是它新坐標所形成的矩陣 那這個是對應的 eigenvector 和它的 eigenvalue 那算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 eigenvector eigenvalue 把它畫出來 這邊是畫出來的結果 這圖是什麼意思呢 總共有400個 eigenvalue 那麼400個 eigenvalue 我就全部把它加起來的話 最後得到是百分之百 但是呢 我實際上只要加前面幾個 因為 eigenvalue 由大排到小 只加第一個的話 可能是百分之十八 加第一個 加到第五十個在這裡 所以可能就已經到達百分之八十 加到一百的話 可能到達快百分之九十 所以這邊就會讓你知道說 我只要選用 前面幾個 eigenvector 或是前面幾個對應的 eigenvalue 我就可以計算到 幾乎所有的 variance 就已經集中到前面 集中到百分之九十 等於說換句話講 百分之九十的 variance 都可以用前面一百多個 一百多一點點的 eigenvalue 來代表 那我只要取前面一百多個 eigenvector 就可以足以代表 他們的 variance 百分之九十 所以換句話講 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 PCA 的效果很顯著 就把資料全部都擠到前面去 後面再加 譬如說第三百到第四百的話 它增長只有一點點而已 這整個曲線所以是 彎的很厲害 所以後面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你只要抓前面一百個 可能就已經到了百分之九十的 variance 那接著我把它的 eigenvector 從這裡 假設我只要十六個 dimension 那我就把 eigenvector 抓出來 這時候再把它改回來 它的每一個 dimension 就是一個 row dimension column dimension 圓形是拉直的 我再把它擠回來 那每一個 eigenvector 就擠成一個三圍的矩陣 這個 eigenvector 是一個三圍的矩陣 我就一張一張把它畫出來 這是第一張 i等一是第一張 i等二是第二張 一片一片把它畫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eigenvector 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一些鬼臉 這鬼臉代表什麼意義 其實也不是很明確 只是會讓你知道說 你如果投影到這個方向 那它的 variance 為最大 所以這個方向是 可能大部分人的臉 就是跟這個 這可能是比較接近一個平均的臉 長得是這個樣子 那第二張臉是第二個最大方向 第三張臉是第三個最大方向等等 但是會越來越不像臉 像這個 這個好像臉被人家揍了一拳還是怎麼樣 整個就歪掉了 那前面都還很像 到後面就越來越亂七八糟 你可以整個把它畫出來看一下 後面就越來越不像臉 這邊就是一堆 就開始在做辨識了 就是我只用在這裡 我在算那個 k nearest neighbor的時候 我就直接丟進去看它的辨識度有多高 那麼發覺只要在 維度等於28的時候 我的辨識度可以到達98.75 那你維度在拉高以後 那辨識度反而會往下掉 就是很多雜訊就跟著進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在維度等於28的時候 它的 它的accuracy為最高 那這條曲線就是我前面那條曲線 一模一樣 只是跟你講說 到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 它能解釋的variance 大概是70%級 還不到80% 這是所得到的辨識率為最高 那你會看到我這邊寫一個L LOO LOO就表示 live one out的意思 就是說我每一次 就是抓一個出來 抓一張人臉出來 其他當作訓練資料 然後看它的辨識度有多高 再換一張人臉 然後再丟進其他 399張裡面 那看它的辨識率有多少 然後這樣整個輪迴走一遍 就是叫live one out 解析碼 已經來了 我想說 尾中怎麼還沒看到 那在這裡呢 有沒有 你要做這件事情呢 它只是呼叫一個函數 你要產生一個 產生一個 Ds Data Set的簡稱 然後呢 呼叫一個函數呢 把這Ds Ds它有input 就是說你input就是 400個直行 每一個直行都是一個 就是一張人臉 這張人臉 你看用的是A2 A2就是經由我們轉換之後的人臉 這A2的長 就是它的每一個直行的微度 就只剩下6而已 抱歉 16 我前面用的是16 然後我把它送進來 我直接呼叫這個函數 叫做 PCA的Performance 經由K-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用的方法是LOO 只把它丟進去 那它就可以把 每一個 就抓一個維度 抓兩個維度 抓三個維度 這樣一路抓進來 那幫你把辨識力整個算出來 好 我按這個沒有用 好 那今天呢 那下過來這個 下面這個範例其實就不是很重要 它把它 把你project到2D 看你能不能看出來 它有什麼 巨類的效果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 project到28個dimension 效果會最好 所以你把它統寧到2D 事實上看不太出來 它還是整個全部都擠在一起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 特別大的作用 好 那另外呢 這個就是剛剛看到的圖 但是我們在解釋這張圖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我是把所有的人點全部抓過來 然後去算它的icon vector 所以這是有點作弊在裡面 算完之後 然後再個別說 這個人投影過後 它應該是屬於哪一類 這個人投影過 它應該是屬於哪一類 但是為什麼作弊呢 因為我們真的在做的時候 譬如說 我有你們每一個人的人點 但是你真正要測試的時候 你是拍一張新的人點 你並不會說已經用舊的人點來做測試 所以我們下面還有一個範例 是說我把一個人點先抽出來 其他399張去做PCA 做完之後再把這個人點丟進去 看它是屬於哪一類 那這個你可以想像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一張人點要把它抽出來做PCA 噴到下一張人點又把它 另外399張抽出來做PCA 然後再把它抽在人點上丟回去 這樣的話才能得到比較穩定的效果 比較客觀的效果 那下面這個範例就在說明這個事情 就是我把個別抽出來下去跑 就跑到天分地暗 跑到光列印就列印出來一堆東西 這邊全部都是 然後最後跑出來的效果是 在dim28的時候它是98.5 這個才是最穩定最客觀的結果 那跟我們前面那個近似的方法得到是98.75 剛好插了一張照片 所以我們前面那個快速的方法 雖然可能會過於樂觀 得到了辨識率過於樂觀 但是還不是差太遠 可以讓我們很快的得到一些結果 那當然這邊還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測試 譬如說這是一張人臉 經由PCA做projection的時候 把它project過去 得到人臉是這個樣子 所以電腦是看這一張在做辨識 它不是看這一張 有沒有 這是經由project 就是把它project到新的向量這裡 只剩下16圍 那16圍你還可以把這16圍再乘回去 就得到這個projected image 那兩個相減得到它的difference 這difference也沒有什麼特別作用 所以說電腦只是在看這張照片 在做辨識 那看這張照片在做辨識 你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怪呢 是讓它是一個模糊的照片 那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出來 PCA的做法跟人去辨識人理的做法 是不一樣的 它是把整張照片 反正就用數學方法把你繳過來 繳過去之後幫你辨識出來 但是跟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但是你當然也可以看出來 從這裡看出來 如果看到這張照片你會覺得 是跟這張最像 所以是EC可以看出來 原來的image的樣子 那你可以丟一張貓的照片進去 這張貓的照片丟進去 貓跟人應該差很遠 一丟進去之後呢 它project出來image變成這個樣子 好像有點人的感覺在裡面 那你可以算 Original image跟projective image 它的差異度有多大 通常你丟 你丟的不是一張人臉進去的話 它差異度就很大 那根據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來判斷說 你進來的照片 到底有沒有人臉在裡面 所以我常常想說 這個 不是有很多靈異節目的照片嗎 對不對 靈異節目它各式各樣照片 你看這張後面有一個好像 你看這是一個人 這又是一個人 那事實上那個很簡單 你去網路上可以Facebook 抓一堆照片進來 直接丟到我們系統裡面 就可以把所有的人臉全部抓出來 那你就可以自動去判斷 到底哪一張是靈異照片 我相信應該有不少靈異照片 有時候一看這個花紋 其實就像一個人臉 看天上一朵雲 這就是一個人臉 都有可能 好 我要講的已經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作業 所以 今天東西可能比較有一點多 就是數學也有一點多 但是呢 各位做這個作業的時候呢 前提呢 是先要瞭解我們前面的範例 每一個範例都要去看懂它 那你都要自己先跑一遍 先要把dataset抓下來 然後放到一個地方 然後跑我的範例 跑一遍 然後去看看每一個資料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今天的作業呢 要你第一個呢 要Display misclassified face images 簡單的講呢 我們在剛剛這個範例 在這個範例裡面呢 就直接跑PCA 得到辨識率98.75 那98.75呢 表示有1.25%是錯的 1.25%乘以400 就得到的是五張image錯掉了 那我希望你把這五張秀出來 譬如說 這張照片你辨識錯 那它到底辨識成誰呢 請把它辨識成 最像的三個人一起畫出來 讓你看看說 最像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像 然後如果第一張抓不到 第二張是不是可能就對了 第二張不對 可能第三張也就對了 然後把它列出來 自己看一下 讓你自己看一下 然後這 秀出來呢 這是第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呢 你要把它 投影到PCA之後 把它projected image 秀出來 就像我剛剛講 原先image是這個樣子 你把它project過去呢 事實上很多東西都不見了 但只留下 投影過後的image 那看看投影過後的image 是不是像 它找出來的image 那也是一樣 把這五張 misclassified的image 和它的top3 the nearest neighbor一樣把它秀出來 全部把它畫出來 所以 這邊其實沒有太困難 但是你就是要 進去了解我那邊的程式碼 整個是怎麼寫的 然後了解完以後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來 這個作業有沒有問題 所以各位盡量花一點時間 了解我裡面的程式碼怎麼寫 我今天沒有花很多時間 在解釋程式碼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太detail 那你最主要了解PCA怎麼做 那後續的程式碼 各位應該是 這門課已經上了好一陣子了 我想各位MateLab功力也應該提升很多了吧 好 應該看我程式碼就知道怎麼做 不是最像的 就是說 比如說你想像在空間中有 有四百個點嘛 那四百點你直接找它最近鄰居 但有五個點是錯的 那這五個點錯的每一個點都是一個image 那第一部分要做的是說 好這一點錯掉了 那跟它最像的並不是這個人 好請幫他影像秀出來 我看他是誰 那第二像的距離第二近的又是誰 第三近的又是誰 那你可能發覺第一最近的抓不對 第二最近可能就對了 或是第二可能不對 那第三個最近的也可能對了 所以你就把這五張分錯類的東西 的影像幫他秀出來 那第二大像是說我把資料投影到 就像這個樣子投影到 eigenvalue之後 原先的x我把它投影過去 只抓前面的28個 eigenvector 轉過去之後這個會有28 有沒有 這只剩下長度是等於28 那再把長度28再把它乘回來 就得到這個投影過後的image 把這個image秀出來 因為電腦看的是這個image 它並不是看的是原先的x 因為它是把它投影過後 所以它是看投影過後像不像 所以如果說你這邊做出來的結果 就發現好像電腦感覺上不是很接近 那這裡就更容易看出來 到底電腦做出來那個相似度 有沒有真的很接近 從這裡 因為我們都是用投影過後的結果 來做k nearest neighbor 所以這邊是畫投影過後的結果 這樣了解嗎 如果我畫投影過後 做一個那個點 它做一個那個 你看 對 對 對 本來我們在算這些 就是算距離都是用投影過後在算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你說什麼 我用投影完這幾個點之後 怎麼換我一定 這就是我們剛剛的例子啊 就是 我不是找出 eigenvector 出來嗎 eigenvector 叫 reshape 變成它的 譬如說112乘上92 然後就可以把它 使用image的形式把它顯示出來 剛剛不是顯示很多鬼臉嗎 都是這樣顯示出來的啊 這樣你晚上不要做噩夢了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再看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作業其實就是這個 其次另外兩個作業呢 是第二項 會有我們實驗室的同學來幫你們拍照片 拍完以後 就算結束了 他會 哪一個東西照到你的眼睛上面 然後咔嚓一聲 然後分別要拍 左眼 右眼 張眼 閉眼 所以總共四張照片 對不對 偉忠 一個人拍四張照片是不是 然後這是一項 然後這是一項 所以這個一定要在實驗 就是今天你們離開前一定要完成 那最後一樣呢 是可以你可以帶回家做 那個 偉忠你可以準備來demo一下 他會有一個軟體給你 然後讓你去拍照 那拍照的 我們請偉忠來說明好了 直接疊上來 那你就是要找一台機器 譬如說一台notebook有webcam的 然後就開始拍照 那偉忠會說明注意事項 那這一次拍的這些照片呢 我們後續的作業就會用到 那我們就可以立刻開始來超級比一比 比如說你到底像誰 然後就像這個人 頭髮那麼長可能會被比到一個女生去 好 應該說明了 後面聽得到嗎 這樣子 OK齁 那這邊看得到齁 就是你們回去的時候 先到上面這個連結去下載整個程式包 那這次要做的就是說 你要回去對著webcam拍十張照片 那我待會兒會解釋說拍攝的流程 還有說你這十張照片要注意哪些事項 如果有一些沒有講清楚的這個remin上面會有補充 OK 那我先大概demo一下說你們要怎麼去拍 你們下載那個程式包回來之後 假裝有一個叫go fast.m的m file 那你們直接打開執行它 但是記得就是 你電腦要webcam要可以walk 就是說你看你它那一鍵還是要外接一個 外接一個會比較好 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ok好 有喔ok 那當出現這個視窗之後 這裡有三個步驟 就是你的右下角要先輸入你的學號 比如說 好輸入完學號之後 你answer之後 這是第一步驟 你要先建立你自己的指導角嗎 ok 那待會兒會拍十張照片 那我先講這十張照片好了 分別是 前五張是一個一般的表情 就是沒有任何的表情的照片 就是你只是看著webcam 就拍五張 前面五張 那後五張分別會有五個表情 一個所謂的 開心 就是微笑的表情 難過 還有一個眨眼 眨眼就是眨一隻眼睛 第四個 想睡覺 這也就是兩隻閉起來就ok 第五個 驚訝 那要記得就是說 通常就是 以往拍的經驗就是說 在難過的時候 會可能分不太出來 就是有些人可能 平常就跟難過一樣的臉這樣子 很難表達 那個難過 要盡量把它區別出更normal的不同這樣子 所以拍的時候一定要記得就是會有十張 那這十張會有順序 你每次拍就 可以下去拍一張 那 我這邊會有一個提示 那我先示範一次喔 前五張是NO我嘛 所以我只要看著webcam 拍五張 按五個click 那看到就是畫面中會有兩條線嘛 這個是給你臉去校正的時候用的 那你這裡有一切要注意就是說 你要把你的眼睛發在你的縫線附近 譬如說這個樣子 一個水平的情況嘛 那再來就是說 綠線就是當然中間啦 不用講 還有一個第三個注意到就是說 你的臉要盡量貼在這個框框裡面 像這樣就不可以這樣太小 所以大概要這樣子 可以 可以這樣 大概像這個樣子喔 然後 自己拍的困難啦 因為你要看鏡頭 然後你要按 所以 像我下面有看鏡頭嘛 好 那我先拍五千五張 好 前五張拍完了 第六張剛剛說是一個開心的表情嘛 OK 就微笑就好啦 OK 就微笑就好啦 那第七張要拍一個就是 有點難過沮喪都可以 那這邊 你們可以就是做一個 就是說嘴角下揚的動作 就是要區別啦 那難過很尷尬啊 好 示範一次給你們看喔 那是難過的表情 那還有 然後第八個就是 上面寫溫情 就是你要眨一隻眼 對 joomin的意思 然後第九張 想睡覺 可能就 兩隻閉起來就OK 然後最後一張是要一個 驚訝的表情 那這裡要注意 記得就是說 你驚訝的時候 你的頭比較跑掉 有些人驚訝就是頭跑掉這樣子 就譬如說會 那 OK 十張拍完之後 你可以檢查一下說 你剛剛拍的好不好 好的話你就save 如果不好的話 你就restart一次 重新輸入一次訊號 對 那 呃 他的一個就是要注意就是說 因為你們要做等你辨識嘛 所以 你們最好就是說 可以有一個 固定的光源 打到你臉身上 就是譬如 我說的固定是說 可能從某一側打過來這樣子 那 這個比較難統一耶 就是盡量啦 有的話就是看 呃 前面好了 就是前面放個台燈打過來 但是也不用太強 打到你們更白這樣子 就是會有一個光源 就是 把其他背景的干擾降低啊 就是用一個光源強化它 嗯 好 那 拍完之後呢 剛剛神次胞架下來下來之後 有一個資料獎 OK 這個 這個IFG電腦裡面 會有一個 有 有 有 沒有 有 我 有 OK 確定裡面 會有你所有的照片 I 就是會有你所有的照片 這個是 檢查用的啦 就是可以做幾年 可以把它刃掉 主要就是看它實障 那 對 所以你們這個網址要朝下來 陳氏寶在這邊 沒關係 我會把這個放到我們網頁上面去 那你們就再跟老師拿 OK 所以記得就是他拍那十張的時候 一定要照順序 不然那時候根據黨名 跑出那個照片會不一樣 會影響很大 所以三個步驟 先輸入你的學號 然後開始按Click拍照 這個時候記得你眼睛跟你的臉要提亮黃黃 然後看鏡頭 總共拍十張 OK 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有沒有問題 來 同學 我們要說這個錄影 我們等一下找到一台電腦 它有攝影機然後越有沒人嗎 對 那如果沒有的話請跟偉中聯繫 你可以去找他在我們實驗室 找個時間過去拍 還有一件事情偉中沒有提到 就是背景的問題 盡量找純白的背景 後面就是牆壁 純白背景 這樣比較好做處理 對 因為我已經把那個 相片已經切到你頭了啦 所以可能都找到一些背景 所以我就希望盡量背景一致 然後光尾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些人家的光尾不同 拍起來就不一樣這樣 其實大家清楚啦 這個像這種Corpus的收集呢 我們後續還會再碰到 還有一個作業是要 麻煩各位回去唱歌的 所以都會碰到 有時候講話也要唱歌也要拍照 那這些資料就可以來做各式各樣 分類的作業 那麻煩各位拍的時候一定要專心去拍 你要讓你的資料很乾淨 那我們之所以要做這麼多表情呢 我們下一步可能會做的就是表情的辨識 給你一張照片 那請問你它是驚訝還是悲傷還是 所以你那個悲傷要把它做出來 那個演也要把它演出來 好 各位同學還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 麻煩就是說 因為剛剛拍照的神 是不是那一層臉比較一層戳棒 如果說你們就是有L的時候 有可能是這個戳棒不在 那這個時候就試同一個人 就要找其他同學朋友 或者來找拍子這樣 所以我剛剛發現有一個同學 他下邊有些戳棒 他不可以拍 反正就是沒問題解釋 應該都會有 所以各位就是回去儘快試一下 如果有問題趕快找助教解決 然後拍完之後助教會提供 FTP網址讓各位直接上傳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用各位拍的照片 來做一些作業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裡